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928集 那锦囊里面装着两颗直径大概是两厘米左右的白色米皮的药丸 狐狸精把那药丸从锦囊里面取出来 放在鼻尖绣了一下 张凡也紧跟着凑了过来 在那两颗药丸上打亮了一眼 这时候狐狸精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道 这味道我好像在哪闻到过 听到这话张凡把目光投向了狐狸精 这时候狐狸精的毛子猛得一亮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他一边说一边从布包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瓷瓶来 而后把那瓷瓶打开 递在张凡的面前 闻闻 张凡看了一眼狐狸精 然后在小瓷瓶口闻了闻 这味道果真是和那白色药丸上残留的粉末 是一个味道 这就是壮族部落那些死者服用的药物 不等张凡开口 小郭便向狐狸精确认 您是说 风筝让我们推到悬崖下面的那些个尸体 都是服用了这样的药物死的 对 狐狸精点了点头 张凡看着小瓷瓶短暂地思考了一会儿 中两人问 你们是苗族人 没错 我的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立过功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苗族部落 而是在中原地区定居了 我的父亲和我这一辈 也就是生活在了中原地区了 听到小郭这话 狐狸精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恍然 对小郭又说 刚刚在树林里 我跟风筝的谈话你们应该也听到了 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苗族部落的事解决了 其实就是让我以同样的手法杀掉几个苗族的人 把苗族人的尸体也晕到这儿来 狐狸精此话一出 小郭和小明脸上同时浮现出了一抹诧异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小郭道 那这么看来 他让我们两个服药自裁 不仅是想要杀了我们 还想利用我们的尸体 小明下意识往吊桥下面看了一眼 满脸疑惑道 我们的尸体掉到下面以后 对于那风筝它有什么作用啊 那只能问风筝了 小明听了看了看狐狸精 而后又对小郭问 哥 那咱该怎么办呢 是只按照风筝说的办 自裁以后掉入悬崖吗 小郭听了不由面楼思索 他此刻是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在风筝打电话的时候 他曾经跟风筝说过 希望可以放小明一马 但风筝的回答却是根本没有商量 另外 在电话里 风筝也把自裁的地点 跟他们做了要求 需要在吊桥的另外一侧 也就是跨过吊桥 临近洞口的那一侧自裁 小郭也跟风筝说了 吊桥周遭念礼的情况 说小明很可能跨不过吊桥 但风筝的回答是 可以让小明先行自裁 而后让小郭扛着小明的尸体 跨过吊桥 然后再自行自裁 最后一同落入悬崖里 小郭思索了一会儿 把这些个情况也主动说了出来 狐狸精听了 把目光投向张帆 小郭又继续说 壮族和苗族部落的那些个人 陆入悬崖的位置 同样也有区别 风筝在跟我说 让我把那些壮族人的尸体 推入悬崖的时候 并没有让我跨过吊桥 灵姐啊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帮我们呢 我们如果真的死了 能换回我们孩子的性命 我们也可以接受 可我们的孩子也都是苗族人 我们死后 风筝很可能 也会对他们产生歹意的呀 看到小郭的满脸担忧之色 张帆走过来开口问 你们的孩子在哪儿啊 应该没在风筝身边吧 没有 他在联合会 怎么可能敢把孩子 藏在联合会里面呢 不过 我们也不知道 他把孩子藏在了什么地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一听张帆这话 小郭和小明的毛子都是一亮 小明紧跟着便问 小先生 你有救我们孩子的办法 我的确有一个办法 不过这个办法有风险 不知道 你们想不想试试 读到了这个时候 您就说吧 看看有什么办法 你们直接和风筝 挑明你们的想法 挑明我们的想法 小郭脸上露出了疑惑 跟他说 我们死了 我们担心 他不肯放过我们的儿子 是的 我们两个如果怀疑他 一定会激怒他 我们怕他这么一怒 真把我们孩子给杀了 那可就全都完了 我们只是两个 普通的苗族人 他也不会对于 我们两个有什么顾忌 毕竟 我们随随便便 就可以被别人取代的 小郭说完了 旁边的小明 也是紧跟着 重重点头 你们说的对 你们不过是 两个普通的苗族人 随便找人 就可以把你们取代 可你们忘了一点 你们的手里面 有风筝 怀疑灵姐的把柄 一听这话 小郭和小明的 瞳孔都是一缩 或许灵姐 对于风筝来说 只是一个工具 但现在风筝 需要这个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 还掌握着她的犯罪证据 你们就威胁她 如果你们把风筝 怀疑灵姐的事情 告诉灵姐 再听又加醋 说她会杀人灭口 灵姐背叛她的 可能性很大 毕竟 她的手里面 可没有灵姐 什么把柄 你们再跟她分析一下 灵姐背叛的厉害 灵姐一旦背叛 首先她收集失手的 这个计划就会流产 然后你们再包装一下灵姐 告诉她 灵姐这只千年的老狐狸 早已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除了风筝之外 灵姐还认识 别的联合会的顶层人物 灵姐如果真的背叛了她 完全有机会 可以把她扳倒 把她绳之以法的 听到张凡这话 小郭和小明两人 互相对视一眼 都是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这个方法的确可行 但就好像您说的 有风险啊 我 我就怕她一时冲动 虽然有风险 但这确实是你们现在 唯救孩子的方法 从你们的面向来看 不仅是你们有生命危险 你们的孩子 同样也有生命危险 赞留言